大家好,咱们现在的位置是北京西城区,西单北大街西侧的大木仓胡同 这条胡同在明清时期叫做打磨厂 到了后来,打磨厂逐渐被改叫成了大木厂 大木仓,现在的大木仓胡同已经不是当年那个非常小的胡同了 两侧的矮小的平房也都建成了楼房 咱们现在是从西往东走 东口就是西单北大街 东口的南侧是西单大越城 这里的地段是非常繁华的 那在西单这个非常繁华的地段还保留着一座三百多年的王府 古老的建筑和周围的环境显得有一些格格不入 这座王府的主人呢,就是清代开国元旭 清出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正亲王 纪尔哈朗的府邸,称作正亲王 纪尔哈朗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亲弟弟 努尔哈齐的第六个儿子 就这样说吧,纪尔哈朗他就是努尔哈赤的亲侄子 是顺治皇上的唐叔 和皇太极是唐兄弟 从小啊,一块长大 由于这层关系啊 所以得到皇太极的信任和重用 在皇太极继位的第一年 他就被封为了正亲王 是皇太极时代的四大亲王之一 也是清出的八大铁帽子王之一 或世袭网屁 从他的儿子开始改称简亲王 一直到乾隆四十三年才改回正亲王的封号 从清初到清末 一共传了十代 一共啊,十七位亲王 其中八位正亲王 九位简亲王 所以在乾隆京城全土里 这里啊,被标为简亲王府 王府位于大木仓胡同三十五号 在中段陆北 就建于顺治元年 也就是1644年 王府面积非常大 达到八十多亩 有九百多间房屋 是当时的四大王府之一 在清王朝时 等级的划分是非常严格的 当时的规定 建造王府也不能超过相应的规制 但是正亲王倚仗自己的权势 在扩建王府时 多个地方都超了规定 继尔哈朗被罢免了官职 还被罚了两千两银子 如此之外呢 正亲王府在历史上 还有过几次大的变故 第一次呢 是在乾隆十三年 继尔哈朗的后人 德佩承袭秦王 他发现了府邸 存着好几万两银子 他就对身边的人说 这可是祸根呀 就要尽早地消耗掉 于是当时 他就将郑王府向西扩大 修建了郑王府的花园 也就是会园 修建了花园 当时王府的面积 到了五万多平方米 咱们看啊 现在这个镜头前的门 是王府的街门 郑王府分为三个部分 东部是电宇 西部是花园 中部才是他的住宅 咱们刚才看到啊 王府的街门呢 是面阔三间 现在这里啊 是教育发展基金会的办公地 这是郑王府的文宝碑 1984年5月24日 被立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现在呀 它是不允许参观的 以前呀 每次走到这儿 这个大门都是关着的 今天呢 咱们运气比较好 正好赶上这个大门 是开着的 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大门呀 看看里边什么样 咱们看绿色琉璃瓦顶呢 这是王府的正门 面阔五间 非常的气派 据说里面的五间正殿和五间东配楼都还在 西配楼只剩下了靠北面的三间 再往后呢 还有五间正房 原有的后照楼 还有一些其他的附属建筑都已经被拆除 西部的花园部分 现在已经成了二龙路中学的校园 临街门前 原来的台阶已经变成了斜坡 为了方便车辆的出入 郑王府的第二次变故发生在咸丰末年 当时的郑亲王叫端华 还有一个异母的弟弟叫肃顺 他们与咸丰同辈 肃顺呢 虽然没有继承王位 但是他比端华的能力强得很多 靠自己的实力当上了户部尚书 结伴大学士 咸丰帝比较相信他 肃顺对于汉人名流非常的器重 向曾国藩 左宗棠 胡林义等汉人官员 都是肃顺向咸丰推 才得以出人头地 特别是左宗棠 不仅平灭弘扬 更重要的是收复了天山南北 立下了不适之功 到了1861年 厄运呢又一次降临郑王府 咸丰皇帝在临终前 任命郑亲王端华和他的弟弟肃顺等人 为顾命八大臣 来辅佐以后的同治帝 可是肃顺平时就比较自信 做事情呢非常有自己的主意 在有一些事情上呢 轻视了义贵妃 筑成了大错 义贵妃勾结小叔子 攻亲王发动政变 在菜市口将肃顺处决 郑亲王端华被刺 子继 义贵妃呢成了慈禧太后 两度垂帘听政 掌握大权四十多年之后 端华的堂弟庆治被封为郑亲王 郑王府继续延续 郑王府的第三次变故 发生在民国以后 清朝灭亡之后 王府没有了经济来源 末代郑亲王昭旭 先是把郑王府抵押了出去 借了十多万以解燃眉之急 1925年 昭旭又将王府借租给中国大学 自己被聘为校董 半学期间 花园呢建成了操场 后来呢又盖了理化楼生物楼 花园的格局呢也从此被完全改变 现在的二龙陆中学就是当年的花园 1949年以后大学停办 郑王府归机关单位使用 咱们现在是在郑王府东侧的胡同 大木仓 北一县 王府东落的建筑和东墙 都是保存最完好的部分 现在东路院落的南部是机关单位使用 北部是家属院 也是进不去 现在位置就是家属院的门口 从这儿呢还能看到一些老房子 同时呢咱们来这儿是看不到王府里边的样子的 幸好今天比较幸运门口是开着的 咱们呀还能看见一部分 现在呀咱们只能在外边感受一下 当年比较气派的王府 好了那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了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如果您来到西单那边 也可以到这条胡同里边看一下这个王府 感受一下当年王府的辉煌